三国初期,最有实力的四位诸侯,却成三国演义中软淡的代表人物。 早读俗话说圣者为王,败者为后,往往失败者,都会被胜利者各种弱化伙,这黑化。 而在东汉末年的三国时就有四位非常有能力的诸侯,因为最后结局比较凄惨,所以就被后人各种弱化,甚至他们也成了三国软淡的代表人物。 可谓是非常的冤枉,今天我们就来介绍一下,这些被称为软淡的四位诸侯第一位。 韩复韩复不仅是三国中软淡的代表人物,也是三国中司法最窝囊的一位诸侯,那么真实的韩复就真的那么不堪吗? 我们一起来了解下的韩复影传郡人,韩复年轻时音半时耿直,被朝廷任命为御使忠诚,后来董卓入主洛阳携天字,以令诸侯封韩复为冀州目冀州,当时民连人圣,并经良族所以在天下大乱时。 韩复很快就在冀州称雄,没多久,袁绍因和董卓决烈逃亡渤海被董卓封,为渤海太守受韩复的截至袁绍,来到渤海后,因为非常有号召力所以韩,复就经常防着袁绍,甚至还先治袁绍的行动。 这时天下诸侯共讨讨伐董卓韩,傅不敢再阻拦袁绍只能发兵支持他讨伐董卓,后来袁绍设计,夺取了几招韩复被迫投靠了张鸟。 刘表汉末群雄之一,刘表年少时因为才学闻名于世,早年为大将军和晋的下,属后来天下大乱时荆州刺史,王瑞,被孙坚所杀董卓尚书派刘表继任当,时由于江南宗贼长盛,再加上元树屯兵南洋各地民兵在当地称霸,导致刘表无法直接上任。 于是刘表就单仁单席身负荆州上任这份胆魄也是非常厉害的。 刘表到荆州后首先,联合当地豪强蔡茂克快良快乐共谋大略除掉了荆州之德的所有宗贼刘表,控制了南洋郡外的荆州西郡后,又难收零零贵阳北,据汉川作用数千疆域带兵十余万,成为三国前期最有实力的诸侯刘表。 晚年因为安于现状,被各种欺凌,再加上蔡氏家族善权刘表看似非常转弱。 所以刘表成了三国软弹的代表人物。 第三位陶谦陶谦丹养郡人陶谦年,轻视性格刚执素有大致,被献礼人,认为他将来必成大器。 后来陶谦考上诸省,在周郡做官没多久陶谦,又因为政绩突出,被升任为幽州次使陶谦任。 直游州次使期间被汉陵帝,派遣随左将军,黄浦松帅军讨伐叛军里有不少战功。 公元188年黄金起义爆发,陶谦被任命为徐州次使,去徐州镇压黄金军讨, 迁移到徐州就任用亡命东海的赃坝,及其同乡松关等。 未将一举大破黄金军随,后剩下的黄金军余孽,也逃出了徐州境内,黄金军败走后陶谦又开始发展徐州。 经济很快,徐州就成为天下第一州,后来天下大乱, 时陶谦因为上了年纪没有了以前的斗志。